后来几乎暴徒之后,我看到自己流血了 看到自己有伤口,中了一刀 但是有多深了也不知道 但是感觉没有太大的问题,没有头晕啊 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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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了就是救护员过来跟我聊 我说我不用坐这个厂,我自己走过去 就像车到医院区的时候,我还可以操作我的手机 告诉他们不用担心,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然后就是在救护车里头,我就发个短信给警察 当时的情况,我就把这个记录挤下来 给他一个很初步的口供 其他的助理真的很好,他们就是很镇定 也可以把这个整个过程排下来 但是后来他们才懂得精 七月中学已经有很多人生的恐吓 但其实我就已经跟我的助理开会 我们做接站最重要的就是注意安全 有什么合宜的人要把他揪下来 所以他们就是家庭祖父,从来都不懂得怎么样去做 但是跟我做这个社区工作之后一级进步当中 我就叫他们是怎么样站不同的位置 要小心,要看 名字叫完好 也是住在那个小区里头的 平常没有什么工作的经验 去做什么小区里头居民服务 他真的出乎意料 我教训他们平常做的事情 他全都做到有事情也不敬意 没有教 就是来拍个照 他自己也想不到 他说当时是太快了,看不清楚有什么事情 他也感觉这个人要小心,要拍他的照片 这个人非常难忘了 itten在这边 列员